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海边的道路 不仅有车行道 人行道 还有骑行道 这个地方是蓝湾绿道的一部分 大家看一下这是无障碍的坡道 小编猜了一下这个坡道是干什么的呢 可能是方便一些特殊的人群或者是骑行的人群 下到海边的沙滩上而设计的 考虑的特别的周到 这个地方是观景的廊架 大家看一下已经建成了 建得非常的漂亮 在这片相当于458个国际标准足球场的空间里 将会布局滨海休闲区 水上森林区 森林露营区 儿童活动区等等的板块 建成之后呢 市民啊 尤其是周边的居民啊 也将多了一个亲近自然 享受野趣 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大家刚才看到的这架直升机呢 是拍农药的啊 就是给森林灭虫害的啊 这个公园啊 建成之后啊 将和附近的两所公园连成一片啊 也就说这一大片的海岸线都是公园 都在海边 非常的漂亮 那么这座近五千亩的城市中心公园到底有多大呢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横拍的镜头一起去感受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